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平时上班说你忙 一到周末你就开始打游戏 我打游戏我放松一下怎么了 那你打游戏你别影响你白天的生活 你本来说好要陪我去逛街 去干啥的你陪了吗 你都在睡觉呀 我只是周末周日我放松一下 也不能放松吗 那你就不能陪陪我吗 平时你陪不了我就算了 好不容易周末了 你还不陪陪我 就光说这打游戏这事吧 它不仅有个小号还有个大号 就那小号吧平时带我打 结果还有个大号带了那么多闷 还绑了什么亲密关系 真的我都受不了 我都解释过了 我说那只是游戏上的好友 那游戏上的好友你干嘛不跟我讲呀 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你为啥不跟我讲 我都说了我怕我讲的时候你会生气啊 那我现在就不生气了吗 那我是不是最后我还是当着你的面 把他们都删了 删了为什么就是现在手机还是不能看 我说了手机这个事情 你不能看是真的不能看 凭什么不能看 你的手机我凭什么不能看 我都说了公司里面有很多项目的 很多协议 我们都要签保密协议的 那有东西能随便便给人看吗 那我怎么知道你到底是签了保密协议 还是跟人家小妹妹勾三大四的呀 我怎么跟人家小妹妹勾三大四 你之前又不是没有过这个情况 我都说了公司的事情 你之前又不是没有过这个情况 你好意思想给人家听吗 我怎么就 就是他之前送了我一支口红 我就觉得浪费钱 我说你你拿去退了吧 不要再浪费钱了 结果他就去送给了他的另一个女性朋友 没有 当时我有一个朋友叫惠惠 不是 他二十岁生日 然后他提前两天才让我去参加他的生日晚宴 惠惠又是谁 我的异性朋友而已 你的朋友我为什么不知道 难道我所有的好朋友都要跟你讲一遍吗 就我的社交圈也要跟你 我为什么不能去了解你的社交圈呢 难道我们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我跟你是情侣关系 那惠惠又怎么了呢 惠惠那天他二十岁生日 我就想着 人家都喊我了 我就买个生日礼物给他 结果生日当天那个礼物还没到 然后我就把那个截图发给他 我说你礼物还没到 可能要过几天 然后人家惠惠的意思就无所谓嘛 也不差这个东西 就单纯的想请我过来吃个饭啥的 然后结果东西到了 他没收 然后我就想 何时是人家不要的礼物给我的呗 不是说人家不要的东西给你的 你这不就是吗 当时我买了 我送给你 你说我乱花钱 慧慧不要给我 我不要给佳佳 佳佳是最终收下口红的姑娘 对 那意思吧 对 这次跟上 就是你送口红 还送出个鄙视链来了呗 怎么就鄙视链 我是在庆幸 我是在中间的那一个呀 哎呀 这俩孩子太可爱了 没有什么鄙视链不鄙视链 他们都只是我的好朋友 而你是我的对象 那你上次送我那项链 是不是也送给慧慧慧 不要的呀 什么项链就是送给你的 怎么就送给别人了呢 那我怎么知道 你做出这些事情来 能让人相信你吗 我当时 当时主持人 我当时就想给他个惊喜 好 今年日嘛 我就买个项链送给他 结果到了 他又说我乱花钱 你可不就是乱花钱吗 我就难道给你准备惊喜的权利 都没有了吗 那你得考虑一下 我们的经济情况好不好 职场上会说 你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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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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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